我兴奋不已 拿起电话想找林涛和大宝 但一想他们今天也挺累的 肯定睡着了 明天再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吧 我兴奋的理由不是因为我的冤情就要得雪了 而是因为这一起压在所有专案组民警心头的大山 总算在这一次不经意翻阅档案的过程当中露出了曙光 因为疲惫 我不知不觉的躺在档案室连排椅上睡着了 一觉醒来 我拨通了大宝和林涛电话 分别和他们两人叙述了昨晚翻阅档案的发现 林涛难掩心中的兴奋 大宝则呆呆的问 啥意思 林涛和大宝已赶赴六三专案专组 把这一发现及时上报给专案组 并且提出要求 提取当初弃鹰案的相关物证及时送往省厅进行DNA检验 在送完物证后 林涛和大宝赶来档案室和我一起翻起了档案 即便掌握了嫌疑人DNA难又怎样 龙藩是一千万人口 怎么查呀 一般情况下 一个数千人的小镇子 想用DNA做排查都不太可能 更何况一个省规城市 不可能利用DNA作为排查依据 DNA只能是一个真别依据 一个DNA检验前成本一百多块呢 所以说呀 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是 如果迅速找到这个嫌疑人的藏身之所 或者发现他房具的地方 我倒觉得 得先刻画犯罪分子特征 才比较靠谱 听林涛这么说 我点头称赞 没错 至少这个人心理变态 心狠手辣 而且很可能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所以才调进警方 我看呐 是和你有丝丑吧 才会洋装法医丑吧 然后弄了你的DNA 不过你小子要是真没问题 他怎么弄到你的DNA的呢 我仗红了脸说 我绝对行政证坐直 问心无愧 我和韩法医曾经相中过 凶手是男人还是女人 现在我倒很认同凶手是个女人 大宝你说试看 有什么依据吗 韩法医之前说的有道理 凶手有分尸的动作 但是砍尽力度不大 不像是男性所为 加之媒体暗宪 都是先投毒再杀人 这种手法很像是女性的手法 你说的不还是那些依据吗 你开始不认可韩法医的行为 现在认可了 可是这两天呢 我想了很多 尤其是你曾经和我说过 看系列案件 就要把每一起案件串联起来看 这个系列案件的一个重要关联 就是前四起案件 死者都是男性 我陷入沉思 林涛则说 可是最后一起是女性 这就不能算是关联条件 大宝接着说道 你想想 一般什么人才能轻易骗的对方 喝这有毒的酒或者水 要么是熟人 要么是色友 这四名死者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这几个月来 侦察员的主要沾上方向 就是这几个人的社会关系 有没有交叉 查到现在 没查出了一点关联 说明他们之间没有互相熟悉的人 那么就排除了熟人作案的可能 最有可能就是色友 我排这些桌子 大宝 平时用户的 带着他这个分析 我非常认同 只是最后一个死者是女性 这个不太好解释 大宝从包里掏出一打资料 这是最新的调查结果 最后一名死者是同性恋 我和林涛都愣住了 这一调查确实是证实 大宝理论的最好依据 大宝竟说 作长所说 能够轻易骗得男性和同性恋女性 喝下毒酒的人 最有可能是个女性 那这个凶手为什么开始杀男人 后来要杀女人 难道他是为了不让我们 发现这一关联要素吗 嗯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的性取向突然发生改变了 那我们下一步该如何是好 大宝一口气分析了这么多 有些疲惫 我揉了揉太阳穴 嗯 你们知道不知道 女性同性恋聚集的酒吧有哪些 怎么的 你这是想守住待拖 酒吧里那么多人 你去哪找啊 说的也是啊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框定出一个大的范围 在这个范围内所有的酒吧叶总会什么的都去盯一下 说不准还真能碰到撞到树上的兔子 等等咱们捋一捋 第一 你怎么框定范围 第二 你怎么知道谁是凶手 这个我也不确定 但是我想 如果真给我们碰上了 总能发现一些端倪吧 别忘了 他想栽赃我 我总能看出一些破绽吧 好吧好吧 我也相信这一点 既然栽赃你 肯定是和你有一些瓜哥的 比如你曾经抛弃过的纯云小女孩什么的 我再次张红了脸 没有这事 我和灵都是初恋 你俩别跟这挑情了 第一个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 皮肤病老复发 统计有办法 诚称统计皮肤病医学研究院 电话0431-8859-8120 怎么框定范围 龙凡市方圆六千多区方公里 一千万人口 你怎么框定啊 我微微一笑 拿出一个原规 你忘了 前不久 我去学习了一个冷儿学科 犯罪地图学 这个学科在国外很热闷 但是在国内很多人认为是迷信 我准备来试一试 他到底管不管用 犯罪地图学 好像听你说过 有刑侦专家认为 系列犯罪的发生 都是围绕着凶手主要活动地带来进行的 然后向外扩张 只要你能找出前几起案件的发生地点 然后框定范围的原心 就是凶手主要的活动地带 这个确实有点悬我 可靠吗 哎呀 死马当活马医了 你说前几起案件的案发地 那你准备用抛尸地点 我都没想了想 如果凶手有车 抛尸可能是随意性的 所以不准 那么就以几名死者 最后出现了地点 来作为发案地号了 看看他们的中心点是哪里 我们三人拿出一张龙藩地图 然后翻开几起案件调查资料 逐一进行标注 孟祥平是在这个医院失踪 在这儿 方将在这个宾馆失踪 在这里 程晓良住学校附近 也是在学校遇害的 在这儿 梁峰志失踪的地方 在这儿呢 我说着 大宝用红笔在地图上做着标记 哎 最后名死者刘翠翠 要不要也算上 我点点头拿过大宝手中的笔 根据你们给我的资料 刘翠翠遇害的地点 是在他的出租屋里 就是这个叫青年人小区的地方 说完 我在地图上画了个圈 这五起案件的发生地点和调查情况 我早已熟记于心 我用原规把几个点连了起来 是个歪歪扭扭的椭圆形 我在椭圆形的中央 用蓝笔画了个圈 你们看看 这是什么地方 三七五四街区 这里是九八夜总会 KTV剧一点 真被你猜到了 林涛兴奋的叫起来 我笑了笑 哼 我也坚信 犯罪地图学的存在 必然有他的道理 一点也不迷信 这样看 凶手很有可能是通过私有的方式 骗取受害人的信任 然后择地杀人 哎 我有点奇怪 当初调查几名死者的时候 对九八夜总会应该是重点调查的 这里的录像应该都调取了吧 怎么会没有发现呢 大宝说道 这个我知道 试验组就有十几个人 我有个同学在里面 他这几天还给我诉苦呢 当时他们调回来的硬盘 放了满满一办公室 全市那么多有监控录像的地方 他们十几个人慢慢看 加上凶手作案都是在晚上 视频大多不清楚 死者没有穿着很明显的衣服 所以要么他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区域的监控 要么就是看到了 也没有发现毫无特征死者的踪迹 这个完全可以理解 他们又没有用犯罪地图学 不一定会先看这个区域的监控 而且我们办案都知道 那些监控的画面有几张能用啊 看脸根本不可能 除非人穿着特别有特征的衣服 说到这儿 我又有想法了 你们看啊 前四名男子都是单身男性 有莱隆帆进修的医生 有莱隆帆出差的老板和律师 还有顽固子弟 总体上说 他们都处于容易产生艳雨想法的状况 最后一名死者是女性同性恋 自然也不言而喻 我觉得我们的推断非常正确 好 我们今晚就去守住戴重 凶手割了最后一名死者的组织 肯定还是想继续钻的 好啊 这个街区美女如云呢 守不到兔子 也可以看看云彩啊 可是我们现在一点抓索都没有 你确定在那里能找得到凶手啊 你不是孙悟空 哪来的混眼睛睛啊 大宝一句话就像一根针 把我这个刚刚吹起来的气球戳破了 是啊 没有任何线索 真的能找得到凶手吗 我这个被戳破了的气球不说话了 场面迅速冷了下来 就在这时 大宝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下来 大宝看见是专案侦察员的来电 一把插起手就接通了 DNA检验结果出来了 枪帽上检出两人的DNA 其中一个是婴儿本身 虽然是弃婴案件 但是根据有关规定 当初法医也取了婴儿的血 并且陆入了DNA系统 另外那个人呢 另外的是一个女性的DNA 经判断和婴儿有亲缘关系 说白了 另外一个人应该是婴儿的母亲 库里比对了吗 有没有头绪 侦察员在那边沉默着一会儿 没有 看来咱们还得去守着带拖 我笑着拍了拍大宝的肩膀 加油 我们坐在寒亮新买的克鲁兹里 车子停在三七五四街区的入口处 这里灯红酒绿穿着新潮的男男女女 在我们这些大叔平时睡觉的时间里走进了街区 我们真是被时代的洪流拍在沙滩上了 这么晚了 龙藩居然还有这么热闹的地方 在车里坐了不到一个小时 大宝的憨声就响了起来 我递给韩亮临掏一支烟 我们摇下车窗点燃 彼此无语 这个时间是酒吧最热闹的时间 却也是宅男宅女们熟睡的时间 所以街区外面也看不到什么人 只有那刺眼的霓虹灯照射在车里 让人无眠 不一会儿 大宝突然冒出一句 四打四 我们打八了 什么意思 韩亮街道 他最近学会一种扑克 玩得老上眼了 也就是说他在说梦话 他喜欢说梦话你不知道 何止说梦话呀 他还梦游呢 上次梦游找几博士没吓死我 我们的笑声刚落 街区口开始有三三两两东到西歪的男女出现 散场了 我坐着了身子 人家不叫散场 你以为看那样的 人流越来越庞大 我瞪着眼睛 想在人群中找到一丝讯息 我台湾看了看表 又快到凌晨两点了 连续两天短睡眠让我此时有了一些困意 慢慢的 人走完了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线索 看来我们这办法不行啊 守住带兔 这就是历史上的一个笑话嘛 我们得想想其他办法 至少得掌握一点嫌疑人的特征吧 等等 我制止了正在打火准备返航的林涛 我怎么听见有人在叫一个词 什么 林涛把车窗摇开 竖着的都听 一个尖锐的女生 穿过开启的车窗 进入了我们的车内 池子 池子 我全身的喊毛都立了起来 街区的入口处 一个身穿金色短裙 黑丝袜的轻瘦女子 出现在我们的视野 一个女子跑回来 和她说了几句话后离开 她于是独自往街区外面走 和其他东倒西歪的男女不同的是 她显得异常清醒 她掏出手机看了看 然后甩了甩 期间长发像是叹了口气 独自一人向远处走去 她看手机的时候 手机的亮光照亮了她的脸庞 美丽俊修 有没有觉得 这个池子听起来特别耳熟 我激动万分的说 林涛皱起眉头 何止是耳熟啊 这个女人也可以眼熟啊 我知道她是谁了 你说 我盯着车窗外的女人 水梁的妻子 林涛一边说 一边打醒了熟睡中的大宝 水梁是云泰案的凶手 被判处死刑 已经执行完毕 我们在搜查水梁家的时候 见过她妻子一面 她的妻子还像鬼一样 和我说了一句话 而这个引起我们注意的叫声池子 到现在还是个谜 为什么这个女人出现的地方就会有池子 对 是她 我仿佛醍醐灌顶 她当初说过 要好好配合我 原来是要杀人作案挑衅我 当初她说要配合你 我以为她看上了你 要勾引你来这呢 不过 你的DNA她怎么会有 你们不会 怎么可能 我问心无愧 女性作案 受过刺激 所以变态 和你有仇 和警方有仇 她完全符合我们之前推断的所有条件 这刮人呢 大宝抹去口角的口水 不知从哪里拿出一副手铐 还愣着干什么 你哪来的手铐啊 我 我的战军队啊 队员都发单警装备的 大宝伸手就去开车门 我一把拉住大宝 没搞错吧 你是法医 你是验尸的 你能抓人吗 怎么着 学了两天战军队的科目 就以为自己侦察员了 这都人民警察 关键时刻我们也得上啊 别急 如果是她干的 她绝对跑不了 相信我 下一步 我们需要密取她的DNA吗 不用 我们悄悄跟着她 看她住哪都够了 这个女人不简单 如果现在取了DNA 一是不合胜利提取成绩 二是容易打草惊蛇得不偿失 那你怎么知道 西方强暴的DNA是她呢 我有办法 走吧 女人住在街区附近的一个小院落里 从外面看 这个院子不大 但是是独门独户 我们目送女人走进院子后 便悄然离开 这一夜 我睡得特别熟 第二天一早 我就来到了DNA实验室 我拉住忙着团团转的DNA实验室主人郑大姐 郑大姐 不管你现在有多忙 你得先帮我一个忙 郑大姐瞪着眼睛看着我 你 你不是被停止了吗 我是被冤枉的 我一边说 一边把郑大姐拉到办公室 有个简单的话 当初云泰案 水梁落网以后 有没有提取她的DNA样本 当然 所有嫌疑人抓来第一件事 就是提取样本 昨天你们是不是做了 七鹰枪网战DNA 我正想知道 这对母子和水梁的DNA 能不能比出气缘关系 你是说 那个七鹰就是水梁的儿子 那她家也太惨了吧 不一会儿 身穿白大褂的郑大姐 从数据分析室里走出来 对上了 水梁 七鹰 以及那个女子 去一家三口 大宝在旁边反应了过来 啊 你这是间接确认白岸的嫌疑人 就是水梁的妻子 啥也别说了 赶紧把这些情况通报专案组 对嫌疑人不空 各位拍案迷们注意了 在收听长篇故事的过程中 你有漏集没有听权的情况吗 雷鸣拍案 亲情推出长篇故事 全系列DVD点藏光碟 赶紧请登陆雷鸣博客查询 百度搜雷鸣博客 或在淘宝网搜店铺名 雷鸣拍案 即可找到雷鸣拍案 指定网店 雷鸣有话说 微信公众平台正式开通了 欢迎大家在微信添加朋友 查找微信公众账号 搜索雷鸣有话说 加入微信公众平台